每次苗栗院里发生了婆媳中毒一死一伤的状况 家属现在是很伤心在办后事 在卫生室宣布说 婆媳应该是被肉毒杆菌所残害 不过家属却质疑 有可能是医疗疏失 中毒的婆媳家住苗栗县院里镇 家属伤心为媳妇蔡锦茹办后事 不愿意直接面对镜头受访 苗栗县卫生局从冰箱里取走了自制的泡菜 酱瓜 真空装的豆干 还有北港买的醒额啊 怀疑是豆干惹祸 这个药物管理局去做这个检验 那么这个当然了 这个可能我们要到检验报告出来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做去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死者小叔说 豆干其他家人也吃了根本没怎样 还有醒额啊 连罐头也没有打开 家属不接受可能是肉毒杆菌杀人 反而说是医疗疏失 我大嫂这边就是因为 医院这边也没有在进行做 就是按照一般的 标准的流程在走 那导致说他胸腔这边没有办法做空气的动作 虽然说请额啊没有开灌 云林县卫生局还是赶往北港这一家摊子 想查清楚 不过没有碰到业者 我们会持续的在最终之心 我们他只要一出来搭买 我们一定会马上 回来做 采取我们相关的收入 额啊在台西加工 但是还不知道是哪家工厂生产的 将要后续追查 至于昏迷中的72岁婆婆郑玉兰 仍在台中荣总加护病房治疗中 民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